爆弄两个啊 想今天办局也一个啊 加起来三个啊 你看那高铁边啊 带动多少经济热潮 南高雄应该值得有一个高铁站 国民党高雄市长候选人科之恩 妙口开讲 一连两天都提到南高雄 应该要有第二个高铁站 2019年明明有四个方案 可以有两个方案 高铁可以经过南高雄 虽然钱较多 但是我感觉 自己的企建户 应该把远见看得更远 假如说 基本上现在都要提起这个案 那这个 已经过去 全部地下发的交通被案 是长达失误的 高雄市长陈其迈 2019年是行政院的副院长 当初讨论 高铁延伸屏东案 有四个方案 经过专业评估彩拍板 应该不需要 怎么说 因为我觉得使用的人数 可能不多吧 需要就是可以繁荣 高雄的那个人数 国民党议员黄绍廷发起 高铁禁市区 繁荣南高雄的联署 退出一个礼拜 有两千多人响应 高铁通车这十五年 南高雄的人口 已经将近十万人 被移到了北高雄的地区 有钱的话 大概每一条路线都可以盖 问题是怎么可能 同时去盖一个捷运延伸线道 里面东港又盖一个高铁站在小港 现在柯真又抛出了南高雄 要高铁站大开政治支票 松北有三个高铁站 高雄也需要增加 这个论点恐怕让不少选民打上问号 三天宣黄志宗谢文燕和战风 东雄报道 art 在两个高铁站。 我都打算在那里面 在柯总工作室里面